我們接下來歡迎Gage為我們帶來Jungle的介紹 Gage他現在是在晉靈科技的工程師 想必他可以為我們帶來一些關於他們公司裡面的 關於怎麼運用Jungle 因為剛好Jungle就是我最不熟的部分 所以我也很期待他這場演講 好 大家好 我是Gage 我來自Gini Capital 就是晉靈數位科技 我不知道在場知道人有多少 因為我們是一個startup 對 今天其實是要來就分享一下這一年多來 我們公司在用Jungle上的一些感想 我們希望Jungle更快 更好用 所以今天帶來這個talk 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Gage 2008年的時候有去Yahoo intern過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Python 不是 我知道Python 但是我沒有在用Python 我都寫PHP 那時候做的是方案的事情 然後2009年從研究所畢業之後 我在當晚一年兵之後就加入了Gini Capital 北京去Present我們這個Guru.com 但是其實表現不是很好 因為這產品我們也沒有很滿意 其實它現在在線上 但是它不好用 所以我們一直還在努力當中 那今年我來的Python 分享這件事情 還有年底我們應該會有一個 新的Guru.com 會給大家看 那這就是About Me 對 今天要講主要的是Jungle 我不知道在場應該大部分都知道Jungle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東西 Jungle是一個Web的Framework 它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好懂 那它開發的時候很快 因為它秉持的Don't repeat yourself的一個principle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去 你在你想開發一個網站的時候 你根本不需要去想太多 去Define你自己太多 function 去做你一些事情 它都幫你設計好了 所以Jungle就是這麼簡單方便的東西 可是它很令人質疑的是 它的Performance到底怎樣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不是應該說前幾天我才在Hacknews 在美國的一個論壇上面 他們就在炒Jungle的Performance其實很差 可是他們比較的對象是像Flask 這種很輕量級的Framework 這個我就覺得是不能這樣比 當然說Flask當然很多地方都是很快很好用 可是Jungle它幫你提供了這麼多好用的功能 在這種前提下它還能有一定程度的速度的話 那其實Jungle是真的很不錯的 所以Jungle Performance到底怎樣 但講那麼多其實OK啦 OK就是OK 對 所以用起來它很好用 但它其實速度其實是OK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讓它更快一點 那所謂快又是什麼 什麼叫做快 我在這邊講所謂的網站要快 我想要定義的是 我認為快就是一種使用者的經驗 使用者對你網頁Response的速度的一種感受 所以說你要怎麼讓使用者覺得你的網頁是快的 這就是我今天想要探討 想要從Jungle下手 說我們可以對Jungle做什麼事 我們可以對網站做什麼事 那你就可以讓使用者覺得你的網站是快的 對 那感受一下如果是假設有一個這樣的網站 你按了Go之後 你花了兩秒時間 你這頁面跑出來 你們覺得這是快的嗎 嗯 不知道 你們就是其實覺得還可以吧 兩秒你就把頁面全部load出來 其實可以 那如果是這樣 crazy fast 你一按0.1秒就出來了 有人就顯示 就0.1秒產生出來的東西 其實user就會覺得 它根本就是瞬間根本不用跑任何東西 但是這是 這是不可能的 也不是說不可能 它是幾乎不可能 因為我們現在想探討的是一個大型的網站 你今天不管你是要 除非你是一個自己的hello world project 那你有可能在0.1秒以內 一個static的HTNL content就這樣 render出來 或甚至要在你的local 為什麼 因為你還要經過一些data的transform的一些時間 所以0.1秒其實不太可能 剛剛的這種感受 其實是可以做到 而且你會覺得它不會太慢 對 我們在探討的就是一個大型的網站 要怎麼讓它 要怎麼用jango去做一個大型的網站 然後又是一個dynamic content 什麼是dynamic content 什麼網站是類似像這樣 Facebook 它就是一個dynamic content 而且又是很大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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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網站 那user這麼多 他每天的content一直在變 所以你的user的資料一變 你不可能把你的首頁的資料是cache住的 你必須要隨時 user來request你的東西的時候 你都必須要去hit你的db 然後你要去render你的資料出來 這就是dynamic content的website 是很難去加速的地方 為什麼是這樣子 那類似的網站當然還有google家 twitter 還有可能年底會推出的google 好 那我們在這裡定義一下 簡單定義一下 什麼叫快 可能是頁面開始render在一秒以內 頁面就開始render 什麼叫做頁面開始render 就是你一秒以內你就覺得 畫面上有東西了 或者是說在兩秒以內 這個頁面東西就出來了 就像剛剛那樣子的感受 對 那在這樣的定義之下 我可以先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說網頁的request的流程大概是怎樣 今天左上角是一個browser 然後右邊是我們的Django的webserver 不管是不是django啦 可能是php的server apache server Nginx server 對 那你在今天user 他送了一個request 這個request要做哪些事情 他要做DNS lookup 還要再做資料的傳送 那這個html的protocol傳送的過程 HTT protocol傳送過程 DNS lookup其實 佔的時間就要看你花的錢是多少 也就是說你要買CDN 你要買ADN 你要這個東西是可能你的機房在好的地方 跟你花多少錢你可以去改善的 那這個我們不探討 我們要探討的是dbquery的時間 你可以加速的 我們可以控制的 就dbquery的時間 跟你render response的時間 你在頁面把你db的東西撈出來 包裝成你頁面要的東西 然後tool給user 那tool給user之後 當然還有一個data的transfer的一個時間 然後userbrowser收到之後 他必須要去parse你的html 然後download該要的cssjavascript這樣子 那downloadcssjavascript 這也是一個學問 你cssjavascript要寫在你網頁的上面下面 這又是另外一門學問 我們這也不探討 你可以去看evenfastwebsite 那本書他有在介紹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evenfastjango 所以我們講的是右邊這一塊 那當他render好之後 你頁面上就會呈現出 你的東西 那所以說我認為啦 有幾乎百分之五十的時間 而且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都是在database的query方式 其實我們這裡不是要去炒說 哪一家database好用 我們只是想說 你不管用哪個database 你在使用它的query方式 你要使用它的優點 然後盡量使用 讓你的query變快 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你的template engine template engine 我覺得如果你有template engine 所以我們先從database開始講 database 像我剛剛講的重點 不是database的選擇 而是你要有很好的query的performance 你要有很好的query方式 那當然好的query的performance 或者是有high scalability 或者是easy to use 的一個database是最好的 那今天我要簡單講的是 我們用的是mongodb 它是一個no-secret的database 我相信也很多人都在用 這樣這個mongodb 那好處就是它schema-free 它是balson 就是像json一樣的格式 它可以用javascript控制它 還有它很重要 當你要開發一個很大型的網站的時候 它的scalability真的是非常的好 你不需要太多的人的花心力 在你在做scale你的mongodb上面 那我們在這一年來 就是用mongodb跟jango配合起來用 有人跟我說 也有其他startup公司 在跟我討論的時候 他們也用mongodb跟jango 但是他們是沒有用自己的ORM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寫 自己寫 直接從pymongo 來跟database query 是比較方便的 可是因為我們的project真的很大 我們就認為我們還是需要一個好的ORM 那我們就選擇了jango-mongodb engine 那用這個ORM 但是這ORM一定要搭配jango-non-real 那jango-non-real 是一個all buttons press的這一個社群 他們所開發的一個jango的版本 它其實當初是用來放在那個 Google app engine上面的 但是jango-mongodb engine這個團隊 他就拿來用jango-non-real 因為他們都是一個non-real的db 所以是非常適合的 那這樣子搭配起來有哪些好處 我們可以應用哪些query 先講好處好了 就是你的migration-free 有在用jango人都知道 你如果用sql的database 很麻煩就是你的model訂好 你還要做syncdb 那syncdb當你的 當你的model改了 你還要做什麼事 你要用south 你要下pythonmanage.py 你要去migrate 你必須要把你的model 改動的地方去寫進去你的db的schema 你必須要兩邊同步 不然你的model根本就不work 但是你用了mongodb jango-mongodb engine這個orm之後 你搭配mongodb 你根本不需要這樣子 你不再需要south 那這節省了很多開發的時間 就以一個剛初期寫 你要加一個網站 你的model通常都會 三天兩頭就換來換去的情況 其實用這樣的選擇 其實是還蠻不錯的 再來mongodb有什麼好處 它有embedded model 你只要多用embedded model的話 你可以減少 如果跟syncdb比的話 你可以減少query量 跟所謂join lookup的次數 你可以減少query的次數 你的時間當然就縮短了 那簡單簡單的一個model 可能長這樣 那你可以用embedded model fill 然後你可能有一個contact的model 它裡面存的東西 就是一個完整的object 就是一個完整的class class object在database裡面 因為mongodb它允許你存一整個 json的object 或是所謂的bthon的object 在它的document裡面 對 那你在拿 當你在拿你這個profile的時候 你要拿那個contact裡面的資訊 其實它都不會 它是直接撈出來 它這整個過程只做一個query 也不需要去做什麼join 什麼都不需要 因為你善用了embedded model的一個特性 還有一個還不錯用的地方 多用也是會增加速度 就是jingle non-rail它提供了set fill list fill跟dictionary fill 這幾個fill就是python裡面的set list跟dictionary 它就會把這樣的一模一樣的資料結構 存進去mongodb裡面 當你在拿的時候 你假設你 我現在以list fill當例子 你在拿的時候 它印出來就是一個list 那你在 你如果要query的時候 你甚至就算是一個list 你也只需要 它就跟jingle傳統的many-to-many的使用方式很類似 你可以把你的 你要找譬如說 以這來說每個人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技能 譬如說我要找所有有python技能的人 要把它找出來 我用filter skill等於python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在所有list裡面 有python的人都可以繞出來 那這是 這樣的query其實是 只有一次也很輕 它非常的快 所以善用這樣子的 善用我剛剛類似我講的 這幾種方式來做query 可以幫助你在query的時候速度加快 而且會加速非常的多 那這是db的部分 接下來我想講一下就是template engine的部分 template engine重要就是 它要有很快的rander speed 跟它要真的很好用 我想說的是 jingle的template engine真的很好用 但是它真的很慢 它常常我們 其實我們是到後期才發現這件事 我們一直很相信jingle它的template engine 是很快很好用的 可是到後來才發現它其實 我們去測我們的project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的production的side的時候 我們都發現為什麼這麼慢 測到最後都發現其實就是template engine在花時間 所以我們選擇了jingle2這個template engine 這跟其實flask這個framework 它也是用jingle2這個template engine 它的好處是它真的很快 然後你可以寫很多擴充在上面 它跟jingle的template的語法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在做整個migrate的過程 根本就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是非常輕鬆的 那今天我們jingle2要用跟jingle結合的時候 jingle當然已經提供很多template engine的替換方式 可是有點複雜 所以cloffin這個套件 就是它幫我們解決了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利用coffin這套件 把jingle2跟jingle做一個結合 結合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在jingle裡面用jingle2的template engine 而且很好用的是你可以甚至說 我這個app不要jingle2 不要用傳統的jingle的template engine 然後這個要這個不要這個不要 所以這是非常彈性非常好用的 當你用了jingle2之後 有什麼東西是真的第一次用 你就覺得原來它可以這樣 就是在我還沒用過jingle2 我相信用過jingle2的很多 但是我之前都用jingle的template engine 我第一次發現原來它可以直接call function 原來它call function之後還可以直接拿atribute 那這是我當時剛用的時候 哇好方便喔 而且它performance又真的很好 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再寫太多複雜的jingle的客製化的template tag 你不需要去寫一些很醜的 然後你只為了拿 只為了送一個參數進去 oh by the way 這個 function裡面 你還可以塞變數進去 這個都是jingle template engine 是做不到的事情 那講那麼多它performance到底怎樣 就是我找到資料有點舊啦 這個是大概一兩年前人家做的一個 可能我不知道清不清楚 綠色線是jingle 它 render大概十成一千個template的 十成一千的html的table 然後jingle要花352毫秒 可是jingle2只要36毫秒 所以整整快了十倍 但是我們真正使用的情況下 其實沒有到十倍這麼多 但是一兩倍以上我可以肯定 因為現在其實jingle template jingle現在1.3 1.4都出來 它一直都有在改善它的template engine 而且我聽說jingle2的作者 也有加入jingle的template的開發 所以現在的jingle template也是蠻快的 但是jingle2還是比較快 所以當你選擇好的template engine之後 你要用對的querydb方式 你的網站就可以更快了 那更快的感覺就是 可能可以在有機會 在0.9秒就把你的頁面全部揉出來 全部都揉出來 大概是當我按了go之後 0.9秒你的頁面就出來 這是有辦法辦到的 就算你是一個dynamic的content 那當然啊 不是只做剛剛那兩個就一定做到 還有我剛剛講的 你要花錢去買CDN啊ADN啊 你還要去放在很好的機房啊 這個的話就不是這樣子講的 但是當你有很好的先天條件之下 你在調好你的jingle 跟使用好的template engine 跟好的query之下 你是有機會做到這件事 可是這時候我們還是不滿意 0.9秒可能還是太慢 有沒有可能更快 就是 那可是這時候什麼叫更快 就是我來做一個小小的定義 就是我來做一個小小的定義 所謂更快就是我希望他在0.5秒以內 用者就已經看到東西在跑出來了 那你的感受就是很瞬間 其實我相信你們上Facebook 你如果在一個很好的網路環境下 你們會知道他的速度真的非常快 然後我希望網頁可以 就是很久了 可是我發現在台灣 我不知道有用過有聽過的人 大概有多少 基本上我跟人家講都是不太清楚 所以在國外這技術非常的 我覺得已經滿成熟的 可是在台灣用的很少 而且很大的重點是 這個技術它是在PHP底下比較好實現 在Python Django底下有點麻煩 然後我等一下會大概解釋一下 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那什麼是BigPipe 我先讓你們感受一下 假設你有一個網頁 它是這樣子 當我按了Go的時候 它是這樣子跑出來的 再體驗一次 它是這樣子跑出來的 它在0.2秒的時候 就把你要看的 你重要的header就秀出來 剩下的時間它啪啪啪啪 在0.9秒把所有東西全部秀出來 這樣是一個很快很好的網頁 你們上Facebook你們可以好好觀察 在你們如果有一個很好的網路環境底下 它的header會先出來 然後左邊 然後它認為重要的 就啪啪啪啪啪這樣修出來 這就是一個BigPipe的技術 那這怎麼做到 現在簡單來介紹一下 什麼是BigPipe 怎麼去做到這個BigPipe 首先你必須要把你的網頁切成 剛剛你看到了header一塊 也不一定是header 你可能沒有header 我不知道你們網頁會長什麼樣子 你要必須要把你的網頁切成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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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每一塊的module要切得乾淨一點 也就是你要先切 切成一塊一塊之後呢 你的server會去 所以要去這一塊一塊我們就把它 其實是Facebook把它叫做pagulate 你所謂的pagulate就是那個區塊 它還包含了這個區塊需要用到的CSS跟JavaScript 那server一收到User的request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去render第一個 因為假設你切了三塊 三塊pagulate 他一收到你的request 我就把最主要那一塊pagulate 先render它的HTML CSS跟JavaScript 跟需要的CSS跟JavaScript 他就直接先response給User User browser拿到之後 他就要去parse CSS 然後就把畫面先畫出來 你的browser就會把title 假設title是第一包 就會先畫出來 就是這樣子循環 當你browser正在畫 在第一個pagulate的時候 server其實已經在準備第二個pagulate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平行在做的 client端正在畫頁面的時候 你server在準備第二包 那第二包送給client端的時候 client端在畫第二包的時候 server在準備第三包pagulate 所以這樣的速度可以真的很快 那JavaScript是什麼時候執行 以evenfast website裡面講的JavaScript 我們就是要盡量擺在後面 因為JavaScript其實是很耗時間的 所以JavaScript在這裡一樣 我們是當你所有的頁面東西 都跑出來之後 我們才開始執行JavaScript initialize 那但是JavaScript initialize 不是說等到全部都完 就依照順序這個執行 這個pagulate執行 就是照順序執行 它是event driven的 當你這個pagulate需要的JavaScript 都來了之後 它就會開始 initialize 你這個JavaScript 所以它是同時 這幾個幾個pagulate的JavaScript 開始執行 所以你每一個function區塊 都可以即時地開始使用 大家回想一下剛剛 傳統的request跟response的流程 它就是你送一個request dbquery 然後 render你的response 然後user收到之後 去拿JavaScript CSS 然後就 render出來 這是傳統的 那如果是bigpipe它會怎麼做 一樣只有一個request 它不是用ajax做這件事情 它是只有一個request request送過來之後 db第一次query 然後就直接送第一包pagulate 到user的client端 所以client端就已經會看到 browser上已經有東西了 第二包 在顯示的時候 第二包server已經正在準備 然後準備好之後 然後送到client端 client端也是顯示 顯示第二包的資料 所以它是這樣 一包一包往前送的 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 它是這樣子在呈現 所以這就是一個 所謂pagulate的一個 效果跟技術 那它的performance到底怎樣 那我們一樣還是先拿 facebook它的那個數據 明顯你可以看得出 紅色是bitpipe 藍色是傳統的 幾乎可以快到兩倍以上 那它的藍色其實是 早期他們已經把 frontend performance跟 backend performance 進入到最好的情況下 它還可以增 用了bitpipe之後 還可以增加 這麼好的performance 所以bitpipe真的是 很值得大家去使用 但是 不是所有的use cache都適用 你如果單純只是一個 static的頁面 那我勸你 你就直接用static cache 你只要每次 你根本不需要走DB 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你只是一個static content 你就cache直接秀出來就好 搞不好可以做到0.1秒就秀出來 但是你的網站 如果是一個dynamic content的話 然後user量又很多 你的頁面也可以切得很 一塊一塊很 很functional的話 那我真的建議你可以 多試用bitpipe這技術 好 進入正題就是 怎麼用dynamic做bitpipe dynamic做bitpipe有點小麻煩 你必須要加一個streaming http response的一個patch 這個沒有進去他們的mainline 所以你必須要做一個這樣的修改 然後你還需要一個bitpipe的javascript library 對 當你擁有這兩個工具之後 你的dynamic就變得非常的強大 它的在backend的view 可能會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假設你有一個home 那你會有一個 我們用要的方式 我先講就是 剛剛裝了那個patch之後 你的下面那個returnhttp response 最後會多一個stream content 你必須要讓它是true 因為你現在要tool的是一個streaming的content 那你就 你只需要把你的 譬如說我們有一個generator 就是專門去產生stream的一個generator 我們用yield的方式去把一塊一塊yield出來 就是這一個yield就是一個padulate 一個padulate 那為什麼要ljust一個數字 為什麼要塞空白進去 因為瀏覽器有一個現象就是 當你送給瀏覽器的資料不到一個特定大小的時候 它根本就不會幫你把這個資料render出來 你根本看不到 你可能tool了一個hello world過去 可是hello world才幾個byte 它根本覺得 我可能網頁還沒收完 因為它還沒結束 我們用要的方式 就是不會讓 讓 讓 浏覽器覺得 我們整個過程已經結束了 就是我們後面還要再tool網頁 所以說我們也要tool一個大量的data到前端 它才會 也沒有到大量 這還好 到前端讓 讓browser去 render 這是為什麼要加空白資源的 就是ljust的原因 那你在前端會看到這樣 你當你剛剛上面的這個yield base 那個第一個yield送過來之後 你會看到其實只是這樣一包東西 這時候還不會 render什麼東西 因為這時候重點就是那個JavaScript 我們必須要把BitPi的JavaScript放到前端 因為它接下來要收到東西之後 這個JavaScript要處理一些事情 第二包進來的時候 它不是tool傳統的HTNL tag 它tool的是JavaScript 那個BitPi on page that arrived 那個就是會去call BitPi.js這個function 然後去把你的HTNLCSS的JavaScript 去把它塞到你的頁面上 然後第三包進來的時候 就是footer 它一樣也是call function 所以它就這樣一包一包進來 然後用JavaScript去把你的頁面 render出來 最後再把這個網頁關起來 這時候才document ready 對 那這是一個 這就是一個前後端的流程 一個BitPi前後端的流程 所以我們實際做到了就是說 用Django也可以做 Django用Python也可以做到BitPi 而不是只有用PHP 因為PHP有一個叫做flash的一個function 它可以幫你把網頁streaming的tool出去 對 那 但你做到這個時候 還是要想再給大家看一次它的感受 它就是啪啪啪啪啪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顯示方式 對 那 看一下 對 所以我今天講的就是 Even Fast Django 我用了MongoDB 用Ginja2 加BigPipe 這是有辦法讓Django更快的 那 這是我們這一年多來所用的技術 跟以後的網站會用的技術 希望大家聽了會喜歡 覺得有分享到這樣子 那想要 但是我們的網站要快 當然還需要是我們的團隊 我想簡單介紹一下我們是一個精靈書尾 那 我們的團隊非常強大 我認為 那 但是我們要做的事情非常的 有野心 我們想要做social network 大家都不敢挑戰的東西 那我們想要追上Facebook 但是這是嘴巴這樣講 我們要真的做 那我們年底會有我們的產品上線 希望大家多支持 那如果對我們公司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盡量多跟我聯絡 那這是我今天的talk 那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 請問一下 你們的資料庫用MangoDB 對不對 沒有用 沒有做正規化 直接存object 對 那假設說我今天有 我今天有一萬筆資料 那我其中一個屬性要改的話 那我其中一個屬性要改的話 那在做過正規化的資料庫上面 我只要改一筆 record 它就用Mapping的方式過去 但是如果說MangoDB的話 它不是要改一萬次嗎 因為你有一萬筆資料 是這樣子嗎 基本上我們做 因為我們有 因為我們會做index 做一些它的query底層 只有我們現在經驗上 沒有到好像沒有你說的這種現象發生 就是使用起來的情況 就是其實還蠻快 就算你有一百萬筆 其實因為我們有一個database 它有大概一千多萬筆的place database 那我們也是常常去做修改的動作 如果照你那樣講 其實我底層沒有到非常那麼清楚 但是就我使用上 並沒有你講那麼 譬如說要跑這麼多筆 如果的確我們如果沒有做index 跟沒有做 我們有工程師專門在做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做一些ultimization的話 的確會很慢 但是我們是有去調整過的 所以是沒有到你講的那種 可能會很慢的現象 OK 對 所以基本上還是 每一個object都要改就對了 對 OK 好 謝謝 那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再試一下東西很多 有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剛剛看你那個slide BitPi它是不是屬於那個server side的template 就是說它是 它取得資料之後 是在server side已經把它轉成template的語法 然後再拋出去 對 給Knight端去接受這樣子 對 那我另外一個問題是 BitPi有沒有辦法做到 就您所知 有沒有Knight side的template 可以去做到BitPi的證明 其實我們的做法 不是完全 沒有到完全 我們先 srver去把template全部 render好 而是 data給前端 而是data給前端之後 data 那個前端的backbone 或underscore 會把這data 再用它的template engine 重包起來 再render出來 所以這樣的話 後端的 後端的loading 會更少 讓前端來處理 所以這樣會更快 沒有錯 OK 了解 謝謝 好 謝謝 好 沒有問題 那就在這裡真的很謝謝大家 然後很高興來Pycon share這個talk 謝謝 那我們非常感謝Gage為我們帶來這麼精采的Jungle 解說 還有他們公司所使用的技術 那接下來大家可以往外面的餐盒移動 那請大家超市休息 謝謝 謝謝